这个单元我们要介绍的是动作电位的离子基础 什么样的离子的进出会影响到动作电位的产生 在这一章里面呢 在这一节里面呢 最重要的观念呢 就是要跟大家介绍我们之前所介绍过的 voltage-gated channel 其中的sodium channel跟potassium channel 钠离子通道跟甲离子通道 它造成的这个电流的改变呢 它产生了这个动作电位 动作电位呢 我们在过去曾经有作为稍微的讲述 它基本上呢 具有四大特性 第一大特性呢 就是它有所谓的initial threshold 也就是说呢 在细胞的膜电位改变的时候呢 经过了一个特别的这个电位 在我们称为离子的这个threshold之后呢 会产生这个全有全无的动作电位 也就是刚才讲的第二个特性 all or none all or none的意思是说当动作电位呢 到达产生之后呢 它会到达一定的高度 下一次产生动作电位的时候呢 它也会到达相同的高度 第三个呢是conduction without decrement 就是在传导这个动作电位的过程之中呢 每一次的动作电位呢 都不会有所衰减 这一部分我们在后面的课程会跟大家做比较详细的介绍 第四个动作电位特性是reflectory period 就是不反应期 也就是当产生动作电位之后呢 它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呢 是无法产生第二次的动作电位 之后才能再产生动作电位 这一段时间呢 我们就称为reflectory period 这一部分呢 也是在后面的单元会跟大家做仔细的介绍 在过去呢 研究动作电位呢 其实是有一个很长的历史 那有两位非常重要的科学家 Alan Hodgkin跟Andrew Huxley呢 他们是最早呢 利用这个电生理的方式来研究动作电位所产生的这个机制 在最早的时候呢 他们寻找了一种动物呢 希望能够有效的 能够研究动作电位的产生 以及它的离子的控制机制 所以他们找了这个squid Giant axon squid呢是鱿鱼 鱿鱼的这个神经系统里面呢 在它的mental地方呢 有一个 有一对呢 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大的这个axon 我们称为Giant axon 就是巨大轴图 这个巨大轴图有多大呢 如果我们看下面这个 这个显微镜下的照片就可以发现呢 它的直径呢 有一个millimeter 就是有一个millimeter这么粗的一个轴图 那这么粗的轴图呢 对Hodgkin和Huxley来讲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特色 因为呢 它可以将电极 这是中间这个细的管子 一个毛细管呢 直接插在这个巫贼的巨大 由于的巨大轴图里面 来进行recording 可以去比较细胞内跟细胞外的摩电位的差别 因此呢可以利用squid giant axon呢 来研究action potential 这是他们在1939年的时候呢 非常历史性的一个记录 下面这个呢是记录时间 所以在一个pig跟一个pig之间或pause之间呢 是两个minisecond 这是呢他们当时记录 记录到的这个动作电位 可以发现呢 动作电位的开始到结束呢 不到两个minisecond的时间就完成了 所以他们接下来的工作呢 就希望利用这样的一个pigmentation呢 来研究到底动作电位是如何开始 以及产生的 在更早之前呢 其实经过一些电子生理的实验呢 就已经知道说呢 action potential呢 它可能呢是一些离子的改变所造成的 那有一个关键性的实验呢 是早期呢 Kennis Cole跟Harvard Curtis呢 他们发明了这个 待会我们要讲到的这个voltage clamp这个实验 利用voltage clamp的recording呢 他们发现了在刚才讲到的 鱿鱼的这个巨大的轴图上面呢 除了可以记录到上面的这个动作电位之外呢 他们也发现了membrane的conductance 就是细胞膜的这个导电度呢 会有明显的增加 在动作电位发生的这段时间里面呢 membrane的conductance是增加的 所以这时候就引起了两个重要的问题 是什么样的离子呢 是负责产生动作电位 以及产生了这个细胞膜上面的conductance改变 那这个conductance的改变呢 又是受到什么样的机制来调控 在这个时候呢 Alan Hodgkin呢 跟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科学家 叫Bernard Cage呢 他们呢也是利用了一个相同的这个实验呢 这个电生理的实验呢 去了解一下说到底是什么样的离子改变 所以他们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 他把细胞外 那是海水 所以呢海水中的这个收点 就是钠离子呢 把它降低 从原本是100%呢 降到50% 再降到33% 他们就发现了这个动作电位的高度 也就是它的强度呢 是逐渐的衰减 所以显然呢 细胞外的钠离子呢 决定了动作电位的产生 所以呢细胞外的钠离子的进出呢 很可能是跟动作电位的产生有关 这是Early Insight 同样的时期呢 他们也将细胞内的钾离子做了一些改变 也得到同样的结论 所以呢他们在那个时候呢 在1939年左右呢 他们就已经大概知道说 动作电位的产生呢 需要有钠离子跟钾离子的参与 它的进出呢 导致了membrane conductance的改变 以至于产生动作电位 但是呢 关键性的问题是 到底是什么样的mechanism呢 可以让这个 刚才讲到的钠离子跟钾离子的这个permeability 就是通透性呢 在细胞膜上的通透性改变 是什么样的方式呢 可以让它打开或关闭 以至于呢 它可以通过 透过调整钠离子跟钾离子的通透性 来产生动作电位 对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 那Aaron Hodgkin跟Andrew Huxley呢 他们在当时提出了hypothesis 他们的hypothesis呢 是认为说呢 这件事情就是钠离子跟钾离子的通透与否呢 是直接由membrane voltage来调控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说 但是这个重要的假说呢 牵扯到一个重要的实验的设计 因为呢 如果钠离子通道跟钾离子通道呢 它真的是由membrane voltage改变而改变的话呢 那你要量测它就变成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因为我们在量测的时候呢 就是去量测membrane voltage的改变 可是voltage改变呢 却会去影响到sodian channel 跟potential channel的打开与否 我们可以用这个loop来解释 当呢你有这个细胞进行depolarization 就是去极化的时候呢 膜电位改变的时候呢 你会打开这个钠离子通道 如果这个钠离子通道真的是如同Hodgkin跟Huxley 所讲的 是由膜电位改变而打开的话呢 这时候你会产生inward current of sodium 钠离子的current产生呢 又会进一步的去更加的极化这个气胞膜 然后这时候又会打开这个更多的钠离子通道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我们很难量测说 在这个进行动作电位的时候呢 钠离子的导电度跟这个钾离子导电度 到底是谁的这个膜电位呢如何改变 因为它们彼此之间呢是interdependence 它彼此之间是互相有关联的 所以这件事情呢就导致了 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实验技术的发明 如果没有这个实验技术呢 接下来的实验或了解动作电位都是不可能的 这个实验技术呢叫做voltage clamp的technique 这个technique呢实际上就是刚才我讲这 Kennig's Code呢在1949年呢 它把它整个建立起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 实验的方式 这个实验方式呢基本上讲起来呢原理非常简单 就是我们刚刚讲说 因为钠离子通道跟钾离子通道呢 会受到膜电位的改变而改变 所以你量膜电位的话呢 你量不准因为呢 它们彼此之间是互相interdependence 所以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 就是要把膜电位给clamp住 就是前压住 就是让它呢不会受到这个改变而改变 那怎么做呢 就是要需要有两个电极 第一个电极呢 是第一对电极呢 是记录细胞膜的膜电位 通常我们在之前讲过 一个电极在细胞内 一个电极在细胞外 你去量细胞内跟细胞外的电位差 你可以得到一个所谓的membrane potential 但是我讲过 刚才讲过说 在动作电位发生的时候呢 这个membrane potential是会改变的 所以呢你就想办法让它不改变 那怎么不改变呢 那当然就是利用一个负回馈控制 就是把这个电流 这个电压量测到的当时的改变呢 给一个所谓的这个feedback amplifier 这个fembrifier呢 它会去送另外一个电流 去补偿这个电位的改变 所以当电位呢 要从-50或-60呢 往上调的时候呢 它会给另外一个这个电压 或是这个膜电位的改变 让它维持在-50或是-60 你给指定的一个membrane potential 所以呢透过这样的一个负回馈控制呢 我们就可以让这个axon呢 或是这个神机细胞呢 维持在一个等电位 就是这个电位呢 是由我们人为决定 就是有这个command的这个potential决定 我想要让它维持在-50 就是-50 我想要维持在-50 就可以维持在-50 于是呢 当膜电位不再改变的时候呢 这时候还是会有电流进出 那在不改变膜电位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去量测说 在当下的膜电位 到底是钠离子进去 还是钾离子出来 还是钠甲离子都有同时在进行 所以透过这个重要的voltage clamp的实验呢 这个Hodgkin & Huxley呢 他们就可以来研究 在进行动作的电位的时候呢 虽然voltage会改变 但是它clamp住之后呢 他就可以仔细地来研究 到底钠离子的电流 跟钾离子的电流 或他们的conductance是如何改变的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呢 利用这个voltage clamp的experiment呢 他们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 就是钠离子通道跟钾离子通道呢 的确如他们所预测的 是voltage gated的 而且呢 它的开启与否呢 是sequential 也就是有序列的打开 所以我们先看A这个图 这图呢是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把voltage呢 clamp在-50的时候呢 也就是原本是-60 我把它往这个depolarize方向前进呢 前进到-50 这个时候还没有超过阳子 这时候呢 你会看到呢 有一些这个membrane的current 是这个outward current 就是比这个稍微上面一点点的outward current 这个outward current又可以分成两个component 第一个component是ic ic是capacitive current 就是当这个磨电位突然改变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membrane的capacitance current 这个ic 那接下来那个il呢 是我们把它称为leakage current 我们在之前讲第一节第一章的时候 第一节课的时候讲过说 当你的membrane potential呢 远离了这个所谓的equilibrium potential potassium 就是它的平衡电位是-75左右 这时候呢 这个甲离子呢 会往外移动 所以会造成potassium efflux 你会看到这样一个电流 这个称为leakage current 可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呢 当你呢 把这个voltage呢 depolarize更高的时候呢 刚才是从-60到-50 这时候如果你把它从-60到0 就是一个很大的depolarization的时候呢 却会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这个current呢 不再是只有这个所谓的ic跟il 就是leakage current 它还发现了一个很明显的inward current 跟一个很明显的outward current 而且是先发生inward current 再发生outward current 这件事情呢 就导致了说 这个huxley跟huxley呢 他们认为说呢 在动作电位发生的时候呢 如果有去极化过高的时候 超过了这个所谓的欲值之后呢 它会发生钠离子跟甲离子呢 进出这个细胞膜 可是这个时候呢 他们虽然记得了这个明显的inward current 跟outward current 而且是有时间差的 先inward再outward 但他们并不知道说呢 这个时候呢 到底甲离子跟钠离子呢 是彼此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呢 产生了这个我们最后看到的inward current 再outward current的现象 这时候呢 我就要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毒物 两个这个toxin呢 让这个Alan Hoskins跟Andre Huxley Andre Huxley呢 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dissection of的这个current的改变 这有两个重要的药物 第一个药物呢 是TTX或tetratoxin 它呢 就是利用这个 在这个日本药里面呢 非常有名的一种 核臀叫做夫骨 它的在身体里面呢 有一种毒性 这种毒性呢 我们提炼出来呢 叫做TTX 这TTX呢 就是专门去block sodium channel 而且是block vultage-gated sodium channel 所以换句话说 你吃到这个夫骨之后呢 很快的就会 神经系统就会收到损伤 是因为会block这个sodium channel 另外一个呢 叫做tetra-antheo-ammonia 或简称TEA 它是specifically会block这个potassium channel 所以呢 Hodgkin-Hosley呢 他们就利用了这两个药物呢 进行了下面这个实验 所以如果在同样的这个vultage clamp的实验当中呢 如果它加入了TTX 就是把这个sodium channel拿掉的时候呢 它就会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curve 这个curve就代表的是potassium的current 所以我们简称Ik 同样的情形呢 如果你加入的是TEA的话呢 把这个potassium的这个channel关闭的时候呢 你看到就是纯粹的sodium channel 所以你会看到一个sodium的in-war current 这是我们简称为IA 所以从这张图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呢 利用这两个药物呢 我们可以把一个in-war current跟out-war current 做一个分解 可以看到呢 是先有这个ina 就是先有sodium current 再有这个Ik 就是有这个potassium current 也就告诉我们说 利用这个voltage clamp的方式 以及这个两个药物的选择性的block sodium channel跟potassium channel 这个可以了解说 动作电位呢 的确呢 是有发生在sodium channel先进来 先打开的情况之下产生 然后再产生这个potassium channel打开 以至于可以产生member potential的这个改变 造成所谓的动作电位的发生 member potential呢 刚才的实验呢 我们只是举一个例子说 从0呢depolarize到负 从负60呢deprize到0 但是呢这个 Hotkin跟Hotley呢 他们做了一个很完整的实验 他们从不同的voltage一直往上调 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command potential呢 由实验者自己设定 所以从原本的这个负65或负60呢 调到负26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明显的这样的一个in-war current 然后一个微小的这个out-war current 但是你开始往上再往上调之后呢 就我们刚才前面这张图可以看到一个 增加这个in-war current 也同时增加out-war current 可是如果你再往上调的调到正的时候呢 正26的时候呢 就看到这个in-war current开始变小 out-war current开始变大 但是呢调到正52的时候呢 这时候呢几乎没有什么in-war current 都是out-war current 正65呢更是呢全部都是out-war current 那这个解释呢是因为如果各位还记得 我们之前有讲过 sodium这个channel呢 它的equilibrium potential平衡电位呢 大概是在正55左右 所以如果它的电位呢 已经到达了它的equilibrium potential之后呢 sodium呢就不会有再有进 也不会有再出 所以我们就看不到这个sodium channel的部分 所以透过这个voltage clamp的实验呢 我们可以知道说 动作电位的产生呢 的确呢是需要有所谓的early current sodium dominant 然后late current呢是由potassium dominant 这件事情呢 我们可以用进一步呢 用这张图呢 来跟大家做一个这个讲解 就是说 当有动作电位发生的时候呢 或者我们直接讲说 有membrane potential改变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说 从-50一直往上调 一直depolarize 到-30 -10 正式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先从 甲离子的current跟 钠离子的current来看 我们先看甲离子的current 如果 只看这个chemical driving force 就只看它的浓度T度的话呢 因为细胞内呢 有比较多的甲离子 细胞外有比较多的 这个 比较少的甲离子 所以呢 当你开始打开的时候呢 细胞内呢 甲离子当然会流出去 所以它流的方向 永远是outward current的方向 但是它的electrical driving force呢 却是在刚开始的时候 还没有超过0之前呢 因为它是带正电的 所以它正电 要往正的方向移动 是比较难的 所以它是往内走 但是呢 如果你超过0之后呢 因为细胞外开始 变得比较负了 所以呢 它就开始呢 往外走 所以呢 最后呢 这两个加乘起来 就会发现说 这个甲离子current呢 你从-50一直 从-60一直往上调的话呢 它的这个增加的幅度 是越来越大 所以最后呢 就变成全部都是 甲离子current dominant 那相反的呢 我们如果看 收点current就发现说呢 当你在打开的时候呢 如果是 开始调这个膜电位 从-50 从-60 开始往-50 方向调整的时候 因为收点 是在细胞外比较多 细胞内比较少 所以从它的 浓度梯度来讲 它当然是往内流 一直都是往内流 可是呢 它的电的charge呢 它的electrical driving force呢 则是一开始的时候呢 因为细胞内呢 还是比较偏富 所以它会往内流 可是呢 一旦超过0之后呢 细胞内呢 变得比较正之后呢 它就会开始往外流 所以这个往外流的结果呢 最后平衡 到达它的这个 所谓的equilibrium potential 就是ena 正55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chemical driving force 是往内 但是electrical driving force 是往外 而且是相等的时候呢 这时候没有sodium current 这是为什么 我们刚才上一页呢 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就已经看不到 因果的sodium current 就是这个原因所造成的 我们总结一下呢 这一个 这一节所告诉我们的 几个重要观念 第一个呢 就是在早期的时候呢 利用squid giant axon 就是鱿鱼的巨大污贼 以及这个非常重要的 voltage clamp recording 可以把voltage 控制在实验者想要的一个 membrant potential的这个 实验的方式呢 让我们呢 能够了解了到底 action potential 产生的方式呢 是由哪些离子去影响 以及呢它开启的顺序 接着呢 是利用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毒药 一个是呢 这个sodium channel block 一个是potassium channel block 就是TTX跟TEA 那他们呢 可以利用这样子的 不同的这个specific block 可以去单独的 或是分别的去探讨 sodium current跟potassium current 在membrant potential改变的时候呢 所产生的进出情况 那最后呢 就是sodium current 跟potassium current呢 其实它的这个改变的程度呢 跟它进去或出来的方向呢 其实呢跟membrant potential呢 有密切的关系 有了这些概念之后呢 我们下一堂课呢 就会直接的来介绍 这件事情呢 跟action potential 产生的有何关系